队伍之后积极复苏 他已经搭机来到台湾了 这次是要来办引民见面会 而且是要收费才能跟他见上一面 还是大受欢迎 今天看到在机场里爆满的粉丝 穿着咖啡色皮衣 黑色裤子 一身帅系修行打扮的韩星玄冰 一出机场就收到现场粉丝 热情欢迎 接叫声此起彼落 不少粉丝在现场拿起布条跟看板 大声欢迎玄冰 还有人为了让偶像一目了然 统一穿着红色衣服 预估现场上百人接机 玄冰从头到尾 则是展现阳光般的笑容 跟粉丝挥挥手打招呼 还不时回头望向粉丝 会如此受到欢迎 都是因为玄冰过去 以韩剧秘密花园 以及我爱金三顺 在台湾打开知名度 虽然途中当兵去 不过去年底退伍后 付出行程满党 不只是各大广告商 争相合作的对象 甚至还担任 韩国手机大厂的代言人 对海湾市场也恨积极 海外亮相第一站 就选在台湾举办见面会 据了解这也是玄冰 第一次来台湾 但粉丝却没有因为 他当兵而忘记他 这次见面会 一张票2500元起跳 最贵4200元 几乎快卖光 证明他在台湾的人气不减 九六晚间 也将在台大体育馆开唱 来打谢粉丝 TVBS新闻 陆亭康熊人家 许峰于SNG小组 桃园采访报道